妈爹讲故事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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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伟多啊 我是华爸 又到了我们的故事时间 也感谢你收听我们的频道 那么除了Podcast 你可以来妈爹讲故事的APP呢 收听更多更多 我们给你准备的精彩故事 是每天更新 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故事 就叫做 小象欧利找弟弟上集 作者是荷兰的伯尼包斯 翻译管家琪 这本书呢 是由格林文化出品 小象欧利找弟弟上集 今天为了庆祝小象欧利的生日 家里好热闹啊 向妈妈 烘了一个很棒的生日蛋糕 上面淋了花生酱 朋友们送了很多很棒的礼物 有小鼓 小喇叭 玩具像娃娃 球 甚至还有两双溜冰鞋 可是欧利并不开心 他虽然很有礼貌地对大家说 谢谢 你能来 我很高兴 这真是太好了 等所有的客人都回家了 向妈妈 问欧利到底哪里不对劲 欧利说 我很喜欢这些礼物 但是 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小弟弟 向妈妈看着他摇摇头说 你绝对不会收到一个小弟弟的 你已经有一个像娃娃玩具了 对吗 为什么不能假装 那个就是你的小弟弟呢 嗯 可是 欧利还是很不开心 他穿上了溜冰鞋 想自己去找一个弟弟 欧利溜了一阵子 碰到了一只罐 早安 冠太太 你可以送我一个小宝宝吗 我想要一个小弟弟跟我玩 冠太太说 当然不可以了 欧利 我爱我的每一个小宝宝 我绝对不会把他们任何一个人 送人的 哦 欧利想了想 抬头看看冠太太的巢 她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那 我可以在你的巢里坐一会儿吗 也许 我会找到小弟弟的 冠太太 和气地看着欧利 嗯 我很乐意找几个朋友来帮忙 可是 用这种方式 你可能很难找到小弟弟的 嗯 让我试试看吧 欧利坐在毯子上 四只罐 合力 闲着毯子 把欧利带到了冠太太的巢里 欧利在那里 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还是找不到小弟弟 因为他根本不敢往下看 哦 回到地面真好 于是 欧利就继续他的旅程 天快要黑了 动物们都回家了 整座森林只剩下欧利了 他在一张旧沙发旁边 碰到了陆先生 嗨 陆先生 你有宝宝吗 陆先生迷惑地看着欧利 嗯 我有几个漂亮的宝宝啊 太棒了 我很想要一个小弟弟 我可以加入你的家庭吗 很抱歉 你并不适合我的家庭 你应该回到你自己的爸爸妈妈那里 很晚了 他们一定在担心你 说着 陆先生就跳跳跳 跳进了森林里 欧利赶紧弄坏了一把旧椅子 把两根椅子的脚 绑在了头上 现在 我适合去当鹿了 可欧利在森林里溜来溜去 就是找不到陆先生的家 天黑了 天黑了 他就蜷缩在一棵大树下 睡着了 等他醒来后 又是美好的一天 欧利拆掉头上的旧椅子 穿上溜冰鞋 继继续往前走 不久 他碰到了一只青蛙 嗨 青蛙太太 我在找一个新的家 我可以跟你和你的家人一起住吗 青蛙太太 青蛙太太想了想 好吧 我已经有几百个宝宝了 多一个应该不会太麻烦 脱掉溜冰鞋 我带你走吧 欧利好高兴啊 青蛙太太 蹬蹬蹬跳到欧利头上 带她来到池塘边 欧利跳进了池塘 坐在池底 高举她的鼻子 露出水面呼吸 可是 欧利待了一会儿 看看四周的青蛙 和其他动物 她开始怀疑 这里是不是适合她 最后 她心不甘情不愿地 爬出了池塘 伤心地说 对不起 青蛙太太 你的池塘 很适合青蛙 但不适合我 欧利穿上溜冰鞋 溜走了 她全身湿答答的 而且觉得很不快乐 天黑了 欧利来到一个小镇 第一次离开家这么久 她开始想念 她开始想念妈妈了 她爬进一个房子里 便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 一只很大 身上有斑纹的猫太太 走了过来 喵 怎么回事 你看起来 好像很难过 我 我迷路了 我离家住走 想找一个小弟弟 可是 我现在 只想回到妈妈身边 我小时候 也曾经迷路过 你必须大声地叫她 喵 跟我来吧 我教你 怎么找到你妈妈 欧利跟着猫太太 来到一座高墙边 并且帮助她 爬了上去 你只要爬上去 坐在墙头 学我那样喵喵叫 你妈妈听到啊 就会来找你的 欧利坐在墙头 对着天空 大声呼唤着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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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妈妈并没有出现 欧利累死了 只好先爬下来 躲在灌木丛后面 想好好睡一觉 欧利开始担心 妈妈 妈妈是不是生气 不要她了 隔天早上 欧利经过一块田地 突然间 地面全都塌陷了下来 底下的欢先生吼着说 哎呀 怎么回事啊 你毁了我们宝宝的家 那可是我们花了好多时间 才挖好的 嗯 这是宝宝宝的家 我怎么一个宝宝都没看到呢 欢太太挺着肚子 叹了口气 说 哎呀 宝宝随时都会出生 怎么办呢 呃 对不起 我帮你们重新挖一个洞好不好 我最喜欢小宝宝了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睡在外面 于是欧丽挖呀挖呀 欢先生和欢太太很快就有了新家 甚至比他们原来的还要好 欢先生说 你真是一只很棒的小象 我敢说你妈妈一定非常以你为荣 欧丽听了 差一点就要哭出来 于是他向他们道别 慢慢地走开 走了一会儿 欧丽碰到漂亮的孔雀先生 孔雀听完欧丽的故事后 对他说 很抱歉啊 我不能帮你找一个小弟弟 但至少我可以让你开心一点 孔雀从朋友那里收集了很多漂亮的羽毛 把他绑在了欧丽的腰上 好了 现在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小象了 欧丽顿时觉得自己光芒四射 忘记了心中的不快乐 我现在看起来和你一样咯 他一边欢呼 他一边欢呼一边学孔雀 骄傲地抬起头继续向前走 可惜欧丽的快乐并不持久 他还是没有找到他的弟弟啊 那小象欧丽会找到他的弟弟吗 我们下个礼拜接着讲下集 那么小耳朵啊 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呢 你觉得欧丽还会遇到哪些动物呢 来留言底下告诉华爸你的答案吧 我们留言里见 晚安